最近美西方一直炒作我们的产能过剩 特别是电动车 尤其是耶伦也是这个调的 我严重怀疑他的经济学学历是哪里来的 众所周知产能过剩的最突出表现 就是卖不出去降价亏本促销 中国电动车有吗 中国电动车84%卖国内16%出口 在国内买电动车很多时候还得先预定 然后等上一段时间才能拿到车 而且中国的电动车 国内以国外的价格低多了 这算美男子产能过剩 我们中国造车有先进技术成本降低 你们美国追不上拼不过 就说我们产能过剩 你们就要搞贸易壁垒 那你们就是不思进去 最后受伤的是你们自己 中国这么大市场 你们就说你们到底还要不要了 你们该不会以为 我们中国网民动不动就拿印度开玩笑 给印度盖东大的大帽子 他就是真的东大了吧 不会吧 三哥那边的消费市场究竟有多大 你们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才是 德国一年造汽车400多万辆 其中310万辆是用来出口的 按照耶伦的逻辑 这才叫妥妥的产能过剩 对吧 怎么融入中国市场 怎么精益求精 才是欧洲和日韩车企需要思考的问题 看看特斯拉我们有进它吗 我没有把小链高强吗 没有吧 我们觉得一切良性竞争对中国来说都是有益的 我们甚至还把特斯拉当成了链鱼 要是没有这条链鱼的刺激 还难说中国电动车还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 同理我们也没有进苹果的手机 苹果如果没有中国市场的话会是什么样子 这一点我相信库克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我们中国人打从骨子里是讲究实用主义的 智商税这些东西你可以有 但是你不能过 我愿意为你的品牌溢价买单 但前提是你别拿我当鞭大头 我们中国带给全世界 恰恰是让产品回归产品本身 也就是大家拼技术拼配套 拼产能 拼售后 拼性价领 拼所有这些能败来实实在在好处的东西 而不是搞什么狗屁蹈躁的小院高墙 躲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圈地自谋 在我看来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的说词 纯粹是美西方编出来自欺欺人的听大笑话 中国带给世界的是一个不被垄断资本侵蚀的世界 我们的底色是社会主义 我们没有接受美国当初向我们发出的G2邀请 我们坚持自己的人民性 就是为了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这个世界现在这个样子 还不是我们期待的那种美好的样子 新自由主义涌断之下的世界秩序 也绝不是什么人类的影响 往后的路我们应该怎么走 才能最终摆脱极端的贫富差距 富国不虚穷国 富人不虚穷人 越来越极端的贫富差距分配不均 让越来越多的人活不下去 中国用自己的市场 用自己的技术去打破新自由主义资本垄断 这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那些高科技产物再也不是美西方拿来捆绑政治条件 予取予求的垄断工具 而是价格实惠 真正能够汇集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产品 中国在海外搞基建并不是什么产能过剩 而是中国老祖宗说的 要享富 先羞肉 路通则财通 有了好的基础建设 才能发展好的工艺 有了制造业 才能有经济发展 有了经济发展 老百姓收入增加 老百姓收入增加 才能形成购买易市场 才会追求安定的生活 才会迷离战乱 中国跟美国最大的不同是 中国追求和气生财 认为区域和平 老百姓安居乐业 生意才好做 而美国是什么 美国是挑起区域争端 它到处卖军火 赚得盘满钵满 最近的例子就是俄乌冲突 一个俄乌冲突 要了欧洲半条命 欧洲连反抗的思维都丧失了 这才是欧洲悲剧的根本原因 这变大家 就是西红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